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到我心中 永不离开我 不离开我 不离开我 依止我的心 主耶稣 依止我的心 主耶稣 来到我心中 永不离开我 不离开我 不离开我 谢谢周牧师 带领我们来唱这首 安静我的心 让我们安静我们自己的心 来开始我们今天的敬拜 欢迎大家参加我们以玛利利堂 3月6号 大灾期第一主日 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 耶稣又对众人说 我是世界的光 跟从我的 就不在黑暗里走 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弟兄姐妹们平安 愿主的喜乐 平安 恩典都充满每一位 让我们欢喜快乐的 我们来西求主 圣父圣子圣灵 三位一体的上帝 与我们每一位同在 我们来唱三一来临歌 万求神父来临 容我赞美主你 高歌尊崇 为主上尊荣 为主完全得神 求主统统统统统统统 愿世之中 恳求神自卖灵 长弦慰言大能 恳求垂听 是恨与众子民 使主统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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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九祖宣祝 the Lord 靠灵灵 申求神自卖灵 监仲 慰愿世之中 做万华总神 教祖灵 为主全能知尊 恳求同治统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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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祝 爱我们 祂能胜病 神父神 此日生病 当受万民 颂诚 世事无尽 但愿若共耀尽 宛然赞扬生命 虔诚心 爱憧憬 直到永恒 我们感谢主的恩典 圣父 圣子 圣灵 与我们每一位都同在 时时刻刻的眷顾我们 让我们也随时来回应 选择我们来相信我们的神 我们来唱这首诗歌 选择相信 我选择相信你 我选择不放弃 赐给我一颗永远远 以好你的心 我选择相信你 我选择不放弃 主你将我再次举起 我的众生在你的手里 我呈现你 歌颂秘密 我敬拜你 高举着神经心 我赞美你 直到的一几 我荣耀你 用我生命来爱你 我选择相信你 我选择相信你 我选择不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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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你将我再次举起 我的众生在你的手里 我呈现你 歌颂你的名 我敬拜你 高举着神经心 我赞美你 直到的一几 我荣耀你 用我生命来爱你 请私行继续谈 请私行继续谈 弟兄姐妹们 不知道今天在我们的生命旅程里面 是不是我们现在一切尽都顺利 或者也有一些挂在我们心上 让我们感受到有压力的事情 弟兄姐妹们 借由这首诗歌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选择来相信我们的主 是爱我们的 让我们选择来相信我们的主 祂不离开我们的 并且让我们来选择相信我们的主 祂必定要引导我们到丰盛之地 我们再来唱一次这首诗歌 一边唱 把我们的重担 就卸给 交托给这位爱我们的主 我们再来唱 选择相信 我选择相信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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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选择不放心 祝你将我 把我们的主意 赐给我一颗 赐给我一颗 永永远远 依靠你的心 赐给我一颗 永永远远 依靠你的心 祝你 祝你将我 再次举起 我的众生在你的手里 我神谢你 歌颂你的名 我敬拜你 抱去多深惊喜 我赞美你 我赞美你 知道的意境 我荣耀你 用我生命 爱你 我们选择相信 我们选择相信爱我们的神 我们不看环境 不看我们的心情 不看我们的概念 我们选择相信这位主 因为我们这位主 耶稣基督天天引导我们 天天领我 天天带领我们 无论是顺境逆境 祂永远不离开我们 让我们就知道 我们可以随时的都有欢喜 因为主领导我们 我们来 耶稣基督天 耶稣基督天天的祝福 耶稣宁灵我们 来 耶稣基督天天的祝福 神熟时长灵滑 耶稣灵我 来 耶稣领我 耶稣天天信手领我 我愿为主众心不忍 因能处恨情手领我 有时遭遇困苦忧伤 有时大德喜和安康 无论危险 无论满脱圈套 耶稣请守领我 耶稣领我 耶稣领我 耶稣天天信手领我 我愿为主众心不忍 因能处恨情手领我 我愿为主众心不忍 我愿为主众心不忍 因能够满脱圈套 耶稣天信手领我 耶稣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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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天天信手领我 我愿为我愿 我愿为主众心不忍 我愿为主众心不忍 因能处恨情手领我 好事完成 一事路程 好多主恩完全的神 死亡人和我 我愿为主众心不忍 我愿为主众心不忍 因能处恨情手领我 今天的经文 记载在约尔书 一章一到五节 十五到二十节 耶和华的话 临到皮图尔的儿子约尔 老年人呢 当听我的话 国中的居民呢 都要侧耳而听 在你们的日子 或你们列祖的日子 曾有这样的事吗 你们要将这事传于子 子传于孙 孙传于后代 捡虫剩下的蝗虫来吃 蝗虫剩下的男子来吃 男子剩下的蚂蚱来吃 酒醉的人呢 要清醒哭泣 好酒的人呢 都要为甜酒哀嚎 因为从你们的口中断绝了 哀哉 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 这日来到 好像毁灭 从全能者来到 粮食不是在我们眼前断绝了吗 欢喜快乐 不是从我们神的殿中止息了吗 骨种在土块下 腐烂 仓也荒凉 磷也破坏 因为五骨枯干了 牲畜哀鸣 牛群混乱 因为五草 羊群也受了困苦 耶和华 我向你求告 因为火烧灭矿野的草场 火焰烧进田野的树干 树木 田野的走兽 向你发喘 因为溪水干涸 火也烧灭矿野的草场 这是上主的道 感谢上主 谢谢姐妹带领我们读约尔书 在旧约生命纪三十三章二十五节那里 有一段摩西的话 他说 你的日子如何 你的力量也如何 耶稣伦啊 没有能比神的 他会帮助你 趁在天空显奇微荣 驾行囧仓 各位兄姐妹 我再重复一次 你的日子如何 你的力量也必如何 我们在世上的时候 我们应该是说 我有什么样的能力 我才来去过什么样的日子 可是圣经告诉我们 刚好跟这个世界的观念是相反的 是说你的日子如何 你的力量也必如何 各位弟兄姐妹 让我们能够选择一个相信上帝的日子 我们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如何 去过什么样的日子 刚好相反 乃是我们如何的倚靠上帝 我们的力量就是如何 十七世纪的时候 有一个英国的将军 他的一个手下的军官犯了罪 被将军判了死刑 哎呀这个很严重啊 军官的妻子就去找将军 就跪在这个将军面前 苦苦的哀求 将军啊将军啊 法外开恩吧 法外开恩吧 可是将军说 我言出必行不能改 军令如山 今天黄昏的时候 当那个教堂的忠生一想的时候 你的丈夫就要被处死 那一天到了黄昏的时候 很多人都来了 都来看了 在这个以前的时候 是这个样子 在欧洲的时候 我们华人也是如此 在以前的时候 古时候执行这个死刑的时候 很多人在那边看 到了黄昏的时候 军官就被绑着带来了 执行死刑的时候 这个官员也都就位了 在军队里面 犯了死罪 被判死刑 那个是谁也救不了的 这就是审判的果效 还有审判的结果 审判的果效 还有审判的结果 审判完了以后 会有一个结果出来 审判通常是以什么为基础呢 我们在社会上 我们都知道 当然是以法律为基础 圣经中的法律 我们称为律法 或者把它称为诫命 被称为诫命 这个就有一个特殊的意思了 什么意思呢 就是那个就是一个宗教信仰的概念 例如说旧约的十戒 或者是说耶稣他所讲的两大诫命 在马可福音12章29节到30节 他那里说 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 爱主你的上帝 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 意思是说 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 因此到了新约 我们看到了主耶稣他亲自说的 我们有这样的两个诫命 我们是必须要遵守的 诫命就是要拿来遵守的 诫命不是拿来看的 诫命不是拿来听的好玩的 诫命是严肃的 诫命是严厉的 诫命是告诉我们 基督徒是有诫命是要遵守的 虽然到了21世纪了 我们都喜欢讲我们个人的主权等等 不过上帝给信徒的诫命 依然有效 耶稣在马太福音5章18节那里说 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 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 律法的一点一话也不能废去 都要成全 那是什么意思啊 那个意思就是说 不要以为到了新约时候了 上帝过去讲的话 我们就可以不用管了 不是的 上帝的话是永恒的话语 上帝的话要存到永永远远 所以耶稣他自己都说 不要以为人子来了 到了事实到我来了 好像是恩典时代了 好像是新约时代了 所以旧约的这些律法就不用去管他了 不是的 也就是说旧约的律法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 都要成全 我们看到今天约尔书的话 一章一写约尔书 他讲的一个特色 什么特色呢 那就是耶和华的话 耶和华的话 上帝是创造主 大家还记得吗 上帝是如何来创造 在创世纪的时候 圣经告诉我们 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的时候 起初神创造天地 天地地是空虚混沌 冤灭黑暗 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神说 所以上帝是以他口中的话语 来创造了这个整个的宇宙 创造了整个的被造界 上帝是创造主 他是救主 他也是一位说话的上帝 从经文我们看到 上帝传达信息的方式之一 不但他自己讲 他有的时候也是透过他的仆人 透过先知来讲话 上帝有的时候 是直接来对人讲话的 比如说在旧约的时候 有一位叫做亚伯拉罕 上帝就是直接对他说话 创世纪十五章一节那边 上帝的亚伯拉罕说 不要惧怕 我是你的盾牌 被大大的赏赐你 巴不得上帝也来对我们说话 不要惧怕 人生有时代有太多值得我们惧怕的事情了 今天不知道 苏联的战争是苏俄的战争是怎么样 我们不知道COVID-19 会不会又有另外的变种跑出来 我们不晓得油价到底要涨到什么程度 这个事实上有太多让我们心中有压力的事情 然而愿上帝来到我们每一位的生命里面 来对我们说 不要惧怕 不要惧怕 无论任何的环境 主的平安必定与我们同在 不要惧怕 不要惧怕 今天我们要抓住上帝的话语 不要惧怕 他对亚伯拉罕说 我是你的盾牌 这里让我们就看到了 上帝的话语 有什么一个功能性在这边 有什么一个作用啊 那就是上帝的话语 他能够确实的安慰 恐惧地害怕的人 上帝的话语是带来安慰的 并且是带来保护的 并且让我们心中能够感受到平安的 上帝的话也应许赏赐给人 因为我们都来经历上帝的话语 上帝的话语是又真又活的 各位弟兄姐妹 那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就是上帝在对我们说话 我们巴不得 我们每天 我们都能够来打开我们的圣经 好像与上帝面对面一样 上帝来对我们说话 今天心情繁重吗 上帝说不要惧怕 今天心情有什么不太确定的地方吗 上帝对我们说不要惧怕 愿主的话语 与丰丰富富的来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 另外上帝也曾经对圣经历史中另外一位显著的人物 摩西说话 圣经第二卷书出埃及记 上帝亲自的对摩西说 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 我实在看见了 他们应受都工的挟制 所发的哀声 我也听见了 上帝就差遣摩西到埃及 并且上帝透过上帝 他自己兴起的对埃及的十个灾难 降服了埃及 降服了埃及的法老王 使得以色列百姓获得拯救 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 我们可以看到灾难 往往是上帝所使用的拯救的过程 灾难往往是上帝手中的一个工具一样 为了达到一个拯救的目的 或者说上帝经常是以苦难达到上帝拯救他自己百姓的一个目的 约尔书的先知的信息一开始就提到了人的日子 在那里他说 在你们的日子 在你们列祖的日子 这些人都是谁呀 这些人都是上帝的百姓 因此这些人的日子也就是什么样的日子 这些人的日子也都是经历上帝的日子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有没有感受到我们现在都是一个在经历上帝的日子 我们有没有感受到我们怎么会移民到温哥华来 然后就信了耶稣 然后在这边敬拜上帝呀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的一生都是在经历上帝的日子 巴不得我们都来感受到 在这个经历上帝的日子里面的时候 我们的日子如何 我们的力量也就如何 在我们越多的经历上帝的日子 我们越加的感受到 我们是地上的日子 有上帝是无比的好 诗篇 九十四篇十三节那里说 你使他在遭难的日子得享平安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顺境的时候我们有主与我们同在 逆境当中我们的主照样能够使我们得享平安 不要用我们的智慧来想上帝 因为神的智慧实在高过我们太多太多是无限的 因此我们只要来把我们自己带到主的面前 我们相信主即便在我们遭难的日子 他都能够使我们得享平安 在西方音乐史上 有一位被称为音乐之父的 他的名字叫做巴哈 我们想能够跟被称为音乐之父 那他的成就是不得了了 有一位跟他齐名的 叫做韩德尔 韩德尔原来事业非常的顺利 到了中年的时候 四十多岁的时候 哎呀 结果他遇到了很大很大的挫折 他的这一个竞争的对手 甚至用一些阴谋来破坏他 破坏他经营的歌剧院 他那个时候在经营歌剧院 不久了 因为这些攻击 他的观众也都离开了他的歌剧院 去听另外一种形式的歌剧 韩德尔惨淡经营 苦苦挣扎 四十多岁 到了五十多岁的时候 怎么样呢 人就一败涂地 一败涂地 各位我们要想一想 那个时候是他不两三百年以前 五十多岁 年纪其实是已经很大了 很长了 五十多岁的人就一败涂地 他只好怎么办 只好接受失败的事实 他就关了自己 经营许久的歌剧院 可以说他的音乐 艺术的事业的生涯 跌落到了谷底 他自己都不知道 他自己的未来在哪里 而且在那个时候 也许是因为心理的压力太大了 他身体还中风了 身体还出现了中风的情况 可以说在世上的日子 苦不堪言 挣扎了一段时间以后 韩德尔他就改变了自己音乐的这个风格 他用耶稣基督的故事 来谱写音乐 重新出发 想不到 竟然意外地得到了空前的成功 并且从此大翻转 韩德尔如果没有在苦难当中 改变他的音乐风格 写下米赛亚的话 他的音乐史上的地位 绝对不会跟今天是一样的 绝对不可能到今天这样的一个地位 所以我们看到了 诗篇39篇19篇那里讲什么 他说他们在急难的时候 不自羞愧 在饥荒的日子必得饱足 韩德尔的故事 岂不是就是如此吗 在急难的时候 在事业最谷底的时候 只要有上帝 他就不至于羞愧 在饥荒的日子 他所有的观众都离开他了 没有人要他了 是一个饥荒的日子 可是他依旧能够倚靠上帝 必得饱足 巴不得我们每一位 我们都是能够 无论在任何的光景 我们都不至羞愧 在饥荒的日子必得饱足 韩德尔在酿着一个事业 最低潮的时候 留下了那么伟大的音乐 美好的音乐 我相信大家都听过的 大家听过吗 哈雷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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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不得我们一起都来唱 巴不得我们都来 来做这一个见证 昨天是韩德尔的见证 今天就是我们每一位的见证 我们也都能够像韩德尔一样 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都能够高声唱出 哈雷路亚 哈雷路亚 我们都来经历这样的日子 在急难的时候 不自羞愧 在饥荒的日子 必得饱足 经文从一章四节到十三节 那个地方讲到了 这个灾难是由蝗虫带来的 结果呢 就是田地都要得都看到了 都是荒芜了 然后从这个酒醉的人一路的到祭司等等 经文说酒醉的人要清醒哭泣 黄虫来了要清醒哭泣 我的名啊 你当哀嚎 这在第八节 农夫啊 你们要惭愧 这在十一节 十三节那里 祭司啊 你们当恕麻布痛哭 先知呼召人悔改 不过他的呼召谁呢 一般我们就想到 当然要悔改的就是那些犯罪的啦 不圣洁的啦 不好的啦 不道德的人才需要悔改 我们大概不用了 我们都觉得我们实在是太圣洁了 不 先知曰尔是呼召所有的人 包括放纵欲望酒醉的人 包括努力工作的农夫 包括殷勤侍奉的祭司 有犯罪的 没犯罪的上帝的百姓 都要悔改认罪 群体中的每一个人 都是彼此的认同 彼此的影响 你说这是不是好像有点太不公平了 这个我又没有犯罪 他犯罪是他的事嘛 你去惩罚他 不要搞我嘛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信耶稣的人 我们通通生命都是连接在一起的 摩西他的学生叫做约书亚 有一次他带领以色列 在打仗 没有想到在这一场战役中 觉得是很有把握的一场战争 因为刚刚打了一场很大的一个战争 很困难的战争 打赢了现在一个小小的战争 他们觉得一定没有问题 没有想到一个大的战争 他们打赢了一个小小的战争 他们竟然失败的不得了 这是为什么呢 发生了什么事呢 原来不过就是在整个两三百万的以色列人当中 一个人犯了罪 上帝就使得整个以色列军队全部都打败 并且死了三十六个军人 这是在告诉我们什么呢 为什么一个人犯罪 都我们又跟着他一起的都打败了呢 这当我们看到了 我们的信仰是一个国度的观念 我们的信仰是一个群体的观念 不是我一个人独善其身就好了 不是的 我们哪要怎么样 我们哪要彼此相爱 爱人如己 刚刚耶稣讲的诫命就在这个地方了 旧约有一位上帝的仆人叫做尼西米 巴比伦灭犹大国的时候 也毁灭了耶路撒冷的城墙 尼西米后来就回到耶路撒冷 带领犹太人重新建立耶路撒冷的城墙 从尼西米记中我们可以看到 尼西米是一位倾心信靠上帝 并且不畏艰难侍奉上帝 以上帝为他的能力的一位圣徒 可是当他看到以色列犯罪的时候 他就向上帝祷告什么呢 他说上帝啊那些人犯罪 你赦免他们吧 不 尼西米的祷告 他是这样子祷告的 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 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诗慈爱 愿你睁眼看侧耳听 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名祈祷 承认我们 我们 他说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 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 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 没有遵守你借的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 尼西米不是一个独善其身自己圣洁自己爱主自己很好就好了 他并没有用自己的圣洁与其他的以色列人分开 他反而完全的认同他那一些犯罪的同胞 他们犯罪我再怎么圣洁我也是一样的 因为我在这一个群体的里面 我们是同舟共济 同舟共济 圣经的这一个群体的观念 群体中一个人喜乐或者受苦 全体都感到喜乐或受苦 特别在旧约的时代 哥林多前书12章26节 那个地方讲 如果一个肢体受苦 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 如果一个肢体得荣耀 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 各位弟兄姐妹 上帝从约尔书里面让我们看到 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 让我们经常的来经历上帝的话语 带给我们的力量带给我们的平安 上帝的心意是在神的国度里面 神的国度实践在今日的教会里面 因此我们要过的日子是一个上帝所设立的一个群体的日子 一个群体的日子 经文到了1章15节 那里说 哀哉耶和华的日子临近 这日来到好像毁灭 从全能者来到 粮食不是在我们眼前断绝了吗 欢喜快乐不是从我们神的殿中止息了吗 各位弟兄姐妹 这经文实在是颠覆了我们的观念 因为上帝来的时候不是带来祝福吗 神的殿里面不是最欢喜的时候吗 为什么经文告诉我们上帝来的时候是毁灭的全能者 从全能者来到 欢喜快乐从神的殿里面没有了 没有了 经文那里说耶和华的日子 耶和华的日子就是指上帝审判的日子 先知约尔把蝗虫的灾难表达出来是上帝一个审判的工作 先知约尔也是以蝗虫的信息对未来就是他那个世代的未来 他那个世代的未来将要来临的上帝更进一步的审判的警告 我们看一下这个时间点 约尔这个时候他在说未来那是我们的以前了 那是我们的以前了 所以现在我们要看到有三个这样的一个时间点 有三个时间点 在约尔的未来也就是我们的以前 他那里公布出来了一个 他宣告出来了一个进一步的审判 并且提出呼吁向耶和华求告 在十九节那个地方 耶和华呀我向你求告 这是先知悔改的行动 也是先知的预言 十五节那里毁灭从全能者来到 从先知约尔旧约的一个时代的观念 上帝带来的灾难性的这一个毁灭 可是还记得吗 还记得吗 蝗虫的灾难在这个时候 蝗虫的灾难在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 是上帝使用拯救的一个目的的灾难 还记得在出埃及记得蝗虫之灾吗 那是为了拯救 那是要把百姓从埃及拯救出来 因此蝗虫的灾难代表的是拯救的目的灾难 在先知约尔的预言 将有一个毁灭性的灾难 与上帝一起来到 是上帝使用拯救的目的 并且成为人悔改的基础 天国尽了 你们应当悔改 这正是耶稣开始传道的信息 路加福音24章44节 耶稣对门徒说 摩西的律法 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得 凡指着我的话 这个我是指耶稣基督 都要应验 哇 原来我们明白了 先知约尔的预言 他是应验在耶稣基督身上 圣父拆遣了耶稣来到世上 耶稣在世上的日子被人藐视 被人厌弃 经常忧患 没有美容 无人羡慕 为了赐人的罪受刑罚受害 被击打受死 他的生命被毁灭在十字架上 先知约尔说 毁灭从全能者来到 十七世纪的时候 有一位英国的将军 他手下的一个军官犯了罪 被将军判了死刑 军官的妻子去找将军 跪在地上苦苦哀求 将军说我言出必行 不能更改 今天皇军的时候 教堂的终身一想你的丈夫 就要被处死刑 黄昏的时候 军官会绑到 执行死刑的地方 太阳下山了 大家都在等教堂的终身 教堂的终身没有想起来 将军觉得奇怪 怎么会不想呢 就派士兵去看 士兵到了教堂 看见军官的妻子 双手握着终锤 下面的人在那边拼命的拉 他的手 他就用他的血肉的手 来抓的这一个铁的这一个终锤 去撞那一个终 所以一点声音都没有 可是军官的妻子双手 都已经受到了严重的伤 都烂了 大家看到这个事情 都来求将军 将军看到军官妻子所受的苦 这样的牺牲 为了爱 他宁愿把自己的双手都要舍去了 受到了感动 就说 我曾经说过 将军说 黄昏的时候 教堂终身一想就执行死刑 但是时间现在过了 教堂的终身也没有想 所以军官不用执行死刑了 耶稣基督的信徒 我们每一位 今天的经文 看到的那一些的灾难 都是约尔在预言 有一位将要承受 我们每一个人的罪 因为他的鞭伤 我们得了医治 因为他所受的苦 我们可以有喜乐的盼望 因为他把生命完全的倾倒 所以我们能够有生命 这一个灾难 原来是预言 耶稣基督的爱 原来是预言 这位拯救的上帝 耶稣基督以他自己的灾难 带来了拯救 我们的主为了我们的刑罚 因此让我们今天的罪过得以赦免 生命记 三十三章二十五节那里说 你的日子如何 你的力量也必如何 耶稣伦啊 没有能比神的 他为了帮助你 趁在天空 显其微容 架行囧仓 然而我们的主 不但是趁在天空 显其微容 架行囧仓 他为了帮助我们 他也道成肉身 来到世上 尝尽人间所有的苦难 为了帮助我们 弟兄姐妹 我们的日子如何 我们的力量就如何 让我们能够 离开那一个旧约 律法的日子 进入耶稣基督恩典的日子 我们有一个满有恩典 满有力量 满有耶稣基督平安 有他恩典的力量 让我们来一起选择 来过这样的日子 愿上帝的话语 激励安慰 帮助扶持我们每一位 但愿荣耀归于圣父圣子圣灵 我们一起说 始初如此 见君如此 后来亦如此 永无从尽 阿们 弟兄姐妹 让我们一同的来读出 那个许多圣经 我信上帝 全身的父 是创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 因耶稣基督 是上帝的独子 因圣灵的能力成运 我同同志于玛利亚所生 他在本标比拉多手下受难 被被钉在十字架上 受死 埋葬 教师阴间 一三天处活 一三天 坐在胸口的右边 他将要带来 审判何人死人 我信圣灵 我信圣灵 我信圣耳宫的教会 我信圣徒相通 我信罪的圣灵 我信身体复活 我信永生 天父啊 我们为圣耳宫的教会祈祷 使我们可以和儿贩為一 求你使教会的每一位信徒都能真心谦卑服侍你 使你天真都能为荣耀于你的名 我们为一切主教牧师慧礼祷告 使他们可以成为你圣道和圣灵的中心局势 我们为世上万国一切执政掌权的人祷告 使人皆可以争议与和平 求你施恩使我们大家在所从事的工作当中都能遵行你的旨意 使我们的工作能够在你眼前能愿好 为你怜悯那些被各样忧伤或困苦所缠绕的人们 使他们可以从你脑中的拯救 为你赐给离世者永恒的安息 使光明永远照耀他们 我们为已经进入喜乐的众圣徒赞美主 使他们也不共享天国的福乐 天父 我们也为身体欠安的 因德伦 高振伟 龚少华 等肢体祷告 主啊 祈求您亲自的医治他们 使他们以你的医治 得健康得内心的平安 因您是掌管一切的主 也是掌管人生命的主 我们的生命 气息存留都在乎主 主啊 我们为此祷告 也为此仰望你 赞美你 主啊 我们如此的祷告 求主悦纳 这乃是奉主耶稣基督 永远得胜的名求 Amen Amen 弟兄姊妹好 感谢主 感谢主 用更多弟兄姊妹 一起侍奉你 感谢主 透过周牧师 把你的道 告诉我们 弟兄姊妹 如果有智慧 如果上帝允许 你愿意 好像那个士兵的妻子吗 让我们用感应感谢的深情 来唱 感谢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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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灯光荡 扬声歌颂 助你的生命 赞美又赞美不停 你是我的意思 你是我主 万物都是从主而来 我们把从主而来的献给主 阿们 主耶稣基督说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我把最子的平安赐给你们 我所给你们的 不像世人所给的 愿主的平安 常与你们同在 与你同在 好 听众姐妹 请我们来唱我们的堂歌 以马内力 好 我们请 好 听众姐妹 好 听众姐妹 以马内力 常与你同在 在每一刻 上帝一千万恩惠 宽恕此下怜悯 抛开怨恨 为救万人 Inmanual Inmanual 神与我同在 Inmanual 常与我同在 在每一天 为我去担起事宜 冲破障碍迷惘 天天仰望 为怕孤航 Inmanual 优优 一回来听到他讲到 然后听到他跟我们唱歌 我们非常欢喜 谢谢 感谢主 然后呢我们有一个宣布 就是我跟大家讲过的 就是我们在上个星期 有开过一个特别教育大会 然后那个大会的议程呢 其实有两个动议 一个动议就是 我们教会 唐一会过准 以不超过350万的金额呢 扣买了统一广场的三个单位 第二个动议呢 就是说 那个我们也授权 那个唐一会 会扣买这个统一广场呢 这三个单位呢 而筹募资金 因为呢我们现在 这个 如果说我们说要350万的话 我们还要筹钱 另外的话呢 就是有些其他的费用 比如装修啊 其他各方面的 也要筹款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 有这个动议 所以那个上次开会 大家那个教友的一个投票的决定 就决定我们通过了这两个动议 我们呢就购买这个统一广场的 这三个单位 希望大家也为这个事祷告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让唐一会 他们去下offer 那那个情况怎么样呢 我想晚一点 如果有决定的话呢 我会再跟大家报告 第二个事情呢 就是我们 年度呢 也我们很高兴 因为我们那个普通话事工呢 也有很好的发展 所以我们现在我们的 唐一会呢也决定 就是说呢 在我们这奉献的时候呢 我们那个奉献就是可以 可以写普通话事工 那如果说大家在奉献的时候 有记得我们有个小封条的话呢 上面会有写不同的 你会有特别的感动 然后奉献给不同的事工 比如说给我们的经常会啊 或者是给我们献花什么的 那现在大家在写的时候呢 可以写那个普通话事工了 那因为上面的捐封没有写 那你们可以 你们可以写在那个 其他的著名下 就是普通话事工 或者你们在支票上呢 特别著名普通话事工 那你们的奉献呢 就会到我们的普通话的 事工的一些事工上面去了 然后如果说大家是用支票奉献的话呢 可以可以邮寄到我们的教会 或者是说呢 可以到我们的那个教会去 那你看我们这个大门 大门上面贴了 有一个放捐封的地方 可以打个信封 然后呢就可以看到 然后就会放到我们那个 现在有个信箱 可以放在信箱上面 或者如果说我知道 有些姊妹或者弟兄 他会用PanPal的过葬的 那也可以用PanPal过葬 可是暂时来讲 我们没有支付宝 所以没有微信支付 所以我们现在暂时 还是用支票 或者是用PanPal这个方式 希望大家能够 这个也是很好的发展 什么叫PanPal 我们可以在我们的信封堡上 我们的支付宝那类的 PanPal是什么 好 那个我们可不可以 Mule了一下Karen 好 那个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 有什么疑问的话 有什么询问的话呢 可以私聊我 好吗 或者是大家可以跟我打电话 都行 然后这个的话 我们在下一次呢 或者有机会的话 再跟大家等长期的报告 好 我们三月份的施工表 还是跟往常一样 就是我也不会再啰嗦 再讲了 那就是提醒大家一句 这个星期我们有三次聚会 可以看到大家的 第一就是今天 第二呢 就是在礼拜二的时候呢 我们有个祷告会 礼拜四的时候 我们有个严谨小组 我们很高兴呢 那严谨小组呢 那个周牧师又回来了 我们就可以继续讲 我们的罗马书了 好 我的报告大概是这样子 还有一个特别讲一下 对我想也不用特别讲了 就是投卖完了以后 大家可以留下来 我们牧师会跟大家 祝我特别的大感 大家好 我们就在温哥华 很容易看到天空 有山有水 我们随时能够注目 那个高山 我们也知道主就在我们身边 就在我们里面 我们一起唱 我要上高山注目 我的帮助从可来 我的帮助从早天地地也可玩来 我要上高山注目 我的帮助从早天地地也可玩来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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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帮助从早天地地也可玩来 愿神的子民进到社区里 彰显祂的我 祂的爱和祂的义 神祝福了 我们今天大概照这样子 大家平安 大家平安 然后希望礼拜二跟礼拜四看到大家 祝福你好 谢谢张牧师 嗨 张牧师 高兴见到大家 谢谢小杨 谢谢小杨 你好